上你混蛋 让你装样 让你那么狠 再来啊 不是要取我性命吗 气势呢 杀气呢 起来 我还能再占五百回合 快让他住手啊 我还以为找来了什么高手 就这 你的表现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看来难度还能提升一下 那就找个更厉害的对手给我吧 对手还是他 不过这一次 在不杀他的前提下 一招之内把他放倒吧 你这家伙可真会难为人 一会让我杀他 一会又让我不杀 一招放倒 这太小看我了吧 你能办到吗 不行的话 就我来 不杀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问题不大 那便开始吧 一瞬间就可以结束了 喂 别小看我啊 我也是生死里打滚过来的 你 哼 而且废话少说 用尽你的权力做好准备吧 怎么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伤人浑身发麻 已经单中期的境界 释放出来的杀器 犹如实质 用尽全力之间的察觉 退出你的攻击距离 看你怎么一招放倒我 开了 怎么可能 我们已经跳出他的攻击范围了 又不要这么狠 又不要这么狠 我马上回来陪你 我马上回来陪你 啊 啊啊啊 我连说在哪里都还搞不清楚 我连说在哪里都还搞不清楚 一开始我以为我已经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外了 在我刚以为勉强躲过他的刺激的时候 下一瞬间 就有一刀枪影从旁边打过来 我感觉他还是有所保留的 不然一开始我可能就挂了 他只是用了仙法 结合枪法最基本的蓝拿渣 在你以为自己感受到他的恐怖杀起之后 退到你以为的 他最可能的极限的突刺范围之外 你就已经落入了他的陷阱 而实际的情况 隆夺突刺的同时 放松了自己的双臂 任由双臂在强烈的突刺下 手臂关节在韧带的带动下 如同弹簧一般的 左拉二次眼睛 原本他这一枪便是准备打进你的头部 把你打运 出乎他意料的是 你在街斗死斗中锻炼出来的尺寸 让你瞬间做出了下蹲的反应 此时的路 临时变招 只是用了一个抖枪的动作 从突刺来变成抽打 真是好不拖泥袋水 干脆利落啊 他是怎么变得这么强的 那是为了重要的目标 忍受极限的艰辛 将身心千锤百炼的结果 这么说 能躲过他的第一击 我还挺厉害的嘛 呵呵呵 他的实力 在里斗神赛里 大概在四十名左右 还有那么多比他更厉害的人 那么你比他厉害多少 我只有稳稳地站在第一 你才有生计 而若是你无法活着等到我拿下第一 这一切也都没有了意义 你明白吗 我要怎么做 才能变得更强 一直赢下去 我还以为你会消极得更久些呢 开什么玩笑 如果消极就能活下去 那我早就是消极之王了 哼 想要快速变强 是有捷径的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关不了的人 既然我们不崇拜五三王的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七头 使用一次断步机会 第五层亮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场秦玄宗 真的 你让他九层亮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秦宇 赵殿 李清禾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当年留你一件经脉剑尽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你的龙男吧 情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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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命迷啊 不 不 不可能 冬名已经和凡人无异 不 不 让我一边 哈哈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